完了 财神碎了 你不是说你来吗 你不是说不用吗 我那是客气客气 谁知道你套路那么深的 你 负责 不是 你怎么还能赖上我呢这个 完了 老板来了 老板 您又喝大了吧 怎么订那么大一个财神 新款 财神plus 财神plus 您在这坐一会儿 真是 算你出来 老板把你当财神了 你给我顶一会儿 不行 必须行 不行 怎么不行 真不行 大屏吧 我行 我来看一看财神 坐得真是挺好 但怎么有青春豆啊 老板 这个青春豆啊 是象征着青春和奋斗 说明咱们的公司要长胜不衰 还有这个意思啊 行行行 那我再看看 这做得是不是太细致了一点啊 这皮肤 还推我 还推 财神刚是不是动了 没有啊 老板 你是不是眼睛花了上头了 你你你你你到那边休息休息 那边有个休息间 老板 慢走啊 耶 小胡啊 哎呦 他咋交回忆啊 哎 财神怎么又变造型了 这个是什么意思 该不是明年财神要把我们公司 挣两个亿吧 那要不 三个亿 四个亿 五个亿 我很开心 这个财神定得特别好 那个又有弹性又能变造型 然后长得又帅 财神里最帅的 谢谢夸奖 客气 刚刚怎么听到男人的声音 是我 是我呀 你说一句听听 谢谢夸奖 不是你说的 是我说的 这不是你说的 这是我说的 真的不是你说的 哎呀 就是他说的 你看财神都说是我 哎呀 老板 财神现真身了 一定是你的前程感动了上天 所以财神才来到了人间 闪开 我早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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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能够感动你的财神 他们感动你的财神 我早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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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 你真是